自作王宝强马荣已经离婚一段时间了,两人如今也是各走各路,但媒体网友还是会时不时将他们绑定在一起。 而马荣自从获得满意的财产换额后,就一直过着纸最精密的生活,常常在社交动态发布美照或旅游照,生活很是逍遥快活。 反欢王宝强在经历离婚和母亲去世后,他都在心系中的境况也是惨不忍睹,看着很适去黑销售,两人生活也是形成了相差较大的对比。 可在王宝强马荣的离婚案中,作为第三者的宋哲,也成了网友谩骂的对象。 尤其是在法院认定,王宝强陈述妻子马荣与宋哲存在不存在的关系后,宋哲也因职务欺占被处罚,他本人也在法庭上供认不讳,也不对此进行反驳。 不知不觉,宋哲从17年到如今已经被拘捕两年了。 虽说马荣已经独此声明自己没有出轨,但王宝强还示意不正当关系,解除宋哲的所有职务,而他也被判刑六年有期徒刑。 而作为宋哲的前妻杨慧,虽在此次离婚案中并没有太多发言,但很多大位却总是接着他的名声,进行各种爆料,如之前传闻杨慧在家中安装摄像头,发现两人的亲密举动等等。 而宋哲跟马荣的事情曝光后,两人也早已宣布了离婚,只是外界对他的关注并没有其他三人那么多。 在9月17日凌晨3点多,有些新网友发现,宋哲前妻罕见在社交平台发文道,没听周杰伦,但是想哭,疑似曝光了目前的生活状态。 可该动态仅仅存在一段时间,然后就被本人删除了。 或许是杨慧不想让网友看到他脆弱的一面,又或者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。